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UpJohn 2002年 F推出了SLG加AVG 李武战旗坛 故事讲的是 在日俄战争的大背景下 男主抛下了在俄国的恋人 回到日本 来到老家北海道 在一所叫做天乃园女子学员的学校 当老师 结果这个学校居然是在战舰里 舰长安排男主给五个可爱的女孩子上课 进入战斗模式以后 女孩子就可以变身成李武 男主就要安排他们 如何巧妙地应对敌人展开战斗 其实从一开始玩这个游戏 我们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樱花大战的味道 先不说什么李武光武这种套娃设计 就这种舞台剧形式的表演模式 标题对话授课战斗 下回预告进入下一章 几乎和樱花大战一模一样 除了没有樱战的RTC系统 基本什么都超全了 当然作为Gale Game界的大佬 有福利当然是应战没办法比的 所以很多人一定都会觉得 这就是个福利版的樱花大战 非要说有区别的地方 就是授课这个环节 你在安排课程表的时候 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课程 女生有对应擅长或者厌恶的表情 课程的效果当然是越擅长的人 效果越好 由此来拉开好感度 到每一章的最后 会有一个好感度排位 这种操作方式 其实是因为没有樱战里的那么多RTC选项 而樱战的场景设计非常华丽 地点也相对较多 自然有到处逛的动力来推动RTC 本作的地点集中在一个战舰六个区域里 受到极大限制 所以这个授课系统可以看作是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吧 樱战的战斗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而本作的战斗那就不能叫做简单 可以说成是简陋 自身礼武都不需要什么数值升级装备 完全变成了一个极度简化五行相克版的植物大战僵尸 只要把属性相克的己方机甲配置在正确位置 就万事大吉 很难说有什么乐趣 挑战性也不高 但是因为有等级判定 所以如果你想要全拿假等评价 怕麻烦可以开easy模式 不过你肯定也不是冲着所谓战斗来玩本作的 本田植树的人物例会画的还是非常不错 Alf在这方面还是一贯的高水准 Alf在发行本作的时候是和动画同时发售的 印象里动画好像有七集 可见公司也是准备大干一番 结果各版本合计卖了五万份不到 跟那年圣少女的欲望学员打了个平手 在02年的榜单上A社小成本的七中密一记绝成 另一个强悍的IP超王天使大卖到快九万份 而Alf的几个新IP都是不温不火 雪之城2卖了四万份不到 百鬼三万份 很明显这时候的Alf已经露出了疲态 面对A社完全落在下风 也就怪不得志田昌人老大急得重新出山 携手普天明海在03年丢出了和元旗家族2 这个作品的视频我往期做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部去看 综上所述 李武战棋坛 我给78分 一个极度模仿樱花大战的作品 喜欢阴战这种舞台剧形式的朋友们 完全可以尝试下 看攻略的话基本没难度 13个章节故事说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个作品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公司 都能成为合格的上乘之作 但放在Alf这么一个业界王者来看 却给人有一种将狼才净的感觉 对比下我以往介绍过的那么多Alf游戏 你就更能体会到我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风潮的引领者变成一个跟风者 这本身就是极大的退步 最后我给一个小贴士 本作在Win10运行时候 过场动画极大概率无法显示 颇为遗憾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给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